本來是很OK的 突然之間毀了 人生變成黑暗了 眾殘人世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真正的自理 千言和我寒語 隨風雨月光 想到我老公了 在九年前 因為大中午 然後太陽折射到報紙 然後反射 我的眼睛出了狀況 然後去醫院的時候打了真劑 然後從此眼睛就毀了 本來是很OK的 突然之間毀了 那我的人生變成黑暗了 醫生是說狂斑部有一點狀況 可是並沒有明顯出血 那他們是用真劑來做治療 可是治療之後就眼睛就看了 完全沒有看見 突然一天就看不到 不是 半年 差不多一個多月的時候 視野就不見了 然後就是漸漸變窄了 然後大概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 就遇到了 那這是醫療出事嗎 我不敢說 因為在做治療的時候 都必須要簽署一個手術訊書 那我只能說 醫生他也是盡他的知識 那我不想去追究這個 可是因為本來我的表演 還有我的那個所有的收穫 通通在那個時候就這樣子端了 那這段時間都是怎麼過的 靠存款 我就是一個重殘 重殘人士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真正的治理 那天起 那天起 你對我說 你對我說 勇敢的愛著我 千言和我暗語 隨附於月光 不知道為了什麼 我每天都在期待 快趕著來的起迷惑 哇 這奶的吧 謝謝 想到我老公啊